您此次作为这个陆军总部特派上海的专员 是否意味着陆军要充实此地的防务呢 军事方面的行动请恕我无可奉感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我们已经随时随地准备好 效忠天皇陛下的准备 并且为了保护国民 我们随时准备了牺牲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说多好 豆子 找我吃饭啊 晚上还有事呢 走 老三 我觉得我们现在势力还差点 需要增加些人数 可咱手上没多少钱了 这么搞的话怕活不下去吧 我想我了 我们要扩张地盘 把南边那条街拿下来 不行 南边那条街是黑头的地儿啊 这么搞的话咱们不行了 搞不动了 事情就这样 我怕队长说我们惹麻烦 就把这俩小子给放走了 谁知道是呱呱的仇人哪 早知道 我肯定把他们俩宰了 这事也不怪你 换了我也会把他们放走了 兄弟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我一直以为你生性丹小 原来你是因为这段经历 对 那俩小子给日本人做事 欺男霸女伤天害理 咱们哥儿几个 今天得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查好想说 温姐 你确定他们就在这儿吗 确定 他们在这一片儿那儿收保护费 这些小商小串都认识他们 而且还养了很多小弟 咱们得等他们落单的时候 把他们俩坐牢 千万别把东西落单了 咱们本身跟日本人就有话过 引来警察就不好 不过 到时候见机行事 我们尽量把他们控制出 让你亲手为你爸妈报仇 好 你们听我说啊 雪松 等会儿你去那个口放哨 宝宝 你就藏在我们后边见机行事 记住了 谁都不许开枪啊 好 跟机 这样 我们两个人把出这个口 嗯 走 姚小姐 你也太神了吧 我以为你跟集川专言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没想到你俩关系这么好 你弄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真是的 其实我跟他是东京大学的同学 那个时候也不收 没什么联系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他 同学 你也是东京大学的 嗯 那怨不得了 你好像对集川专言了解很多吧 那是啊 我来之前做了好多功课的 哎 集川专言现在可是陆军新兴 这个很受器重的 假以时日 一定会飞黄腾达的 这些消息可不是你我这样的人 随随便便就可以打听得到的 你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个 集川伊南 明治三十七年生于日本严首县 大正十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 因成绩优秀 一年后被调到陆军情报部 参谋本部第七课 负责对华 负责对华的事务 后来呢 以日桥的身份来到东北 辗转落脚于杭州 参加了国民党中央俱乐部 特别行动队 结业后来到上海 哎怎么样 这可都是第一手资料 一般人我不告诉她的 你功课做得很好 将来一定有发展 毛毛雨 这个还需努力 还需努力 姚小姐 姚小姐 集川专业有请 请我 是的 集川专业说 感谢姚小姐 在百忙之中前来采访 特色变餐 请姚小姐 闪关 哎 那我呢 对不起 集川专业只说请姚小姐 姚小姐 请 请 这一刀是给我扒的 这一刀给我扒的 这一刀给我扒的 快 那边来人呢 快撤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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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吧 姚小姐 快请 走 走 今天晚上我要喝公事 一会儿开个会 所以没有办法外出 只能随便准备了一点粗杀淡犯 希望姚小姐不要介意 专专业太客气了 你看 现在也没有什么外人 我们之间说话 不要那么客套了好不好 我把军府都脱了 就是想让你不要那么拘束 对不起啊 总觉得在这儿见到你 我不太习惯 是 我知道 其实我最不想隐瞒的人就是你 只是那个时候我觉得 你不知道 就是对你最好的保护 这一次我让你措手不及了 我向你道歉 顾先生别怎么 不是 是专员 您别这么说 我们还是以朋友相撑吧 要不然听起来怪别扭的 其实说实话 你忽然像换了个人似的突然出现 我真的觉得有点诧异 当初听说你失踪了 我以为你出了意外 本想去找你 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 都说我不好 让你替我担心了 那个时候我确实经历了很多事情 应该说是九死一生吧 不过后来 我就回日本去养伤去了 你受伤了 你看 光顾着说话了 我们边吃边说 为了我们的中风 为了我们的西子 没了 漂亮 养伤了 遥消中了 richtige 记住 既然突然有一见 我想你吧 非常感谢专员的款待 我们别客气 我们又重逃了 我很开心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什么事情 这么晃晃晃晃的 专员 对不起 不怪他 是我自己没看见 我知道了 你也去看 那我送你 好 不看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已经耽搁你这么长时间 其他得这么说 我跟你一块吃饭是我的荣幸 我 我 赵云 什么事 公司在办公室等您 你有事就先忙吧 好吧 小丹 开我的车送药接回家 慢点开 赵云放心 有些钱 请 好 我先走了 赵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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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腰科同志 上一次东方图书馆的事情 是我误会你了 一直都想找个机会 跟你道过歉 没关系 那件事情确实是我做得不好 经常听高涵跟老秀提起你 听说你是姜树良的女儿 是的 我一定会努力 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像父亲一样 现在你来了就好了 我们就有主心股了 刚才 高涵已经把最近的情况 向我汇报了 顾云南会重新回来 我们也没有想到 我也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昨天 我已经见过他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 对了 不能擅自见他 你知不知道你见他有多危险啊 主编让我去采访 我没有想到采访的人是他 就是 高涵 你先别急 先听姜树说 顾亦南已经进驻日本公使馆了 他现在的身份是吉川亦南专员 是整个陆军总部的特派员 陆军总部的特派员 他出身陆军士官学校 后来被陆军情报部调走 之后又以日乔的身份 被秘密派往东北 接受关东军情报部的指挥 也是池田馨二的手下 他一直在东北都是长期潜伏的 民国十六年 考入了国民党中央俱乐部 特别行动队 这个人怎么会死而复生的呢 我们之前猜得是没错的 他就是在水里引爆手雷 作掩误逃走的 他虽然没有直说 但是言语中也有透露 当时他身受重伤 九死一生回到了日本 我估计回到日本之后 应该是恢复了身份 又被重新派回了上海 这个人阴陷狡诈 必须要想办法把他除掉 不行 不能轻举妄动 他对你们非常了解 这次回来 他肯定会知道 你们不会沙发赶救的 一定严加防范 如果你们轻举妄动 一定会中了他的圈套 我总觉着这一次 日本陆军派他到上海来 不是巧合 会不会跟我们一直寻找的 日本清华战略部署有关 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占领东北的野薪 已经招人搏接 他们的目的 就是抢夺战略物资 为全面清华做准备 那日本人下一个目标 会不会上海 还有这个可能 要过同志 吉川一南对你的态度 有变化吗 我只能说 他对我没有怀疑 那好 那你们俩继续联络 想办法从他的身上 找到突破口 高涵 你觉得呢 服从组织的安排 不过 杀人团的事 要尽快解决 还有 即便吉川一南现在我动不了 也要给他颜色看 对了 我昨天晚上在公使馆 发现他们在监听电台 之前寄人要航暴露的事情 有可能就是电台被破译了 好 我马上通知组织 让他们廉价防范 我倒是觉得 可以利用电台频率 把吉川一南他们的杀人团演出来 一举见面 你还在生武器啊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 我现在就在听你的话 你听话吗 是啊 我正在听 我只能送你送到这儿了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他没死 他在哪儿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你 文静 这许总早晚会知道的 是这么回事啊 听队长说 昨天看见这小子啊 明目张胆地抓人 不过许总先别提啊 具体怎么回事啊 你们不是亲眼看着他被炸死了吗 估计队长现在正在调查呢 这件事不用队长调查 我自己调查 他不死我非得憋死 文静 你干嘛去啊 你还是等等队长消息吧 队长记得警察的身份 查得也比你快啊 我爸是被他陷害死的 这仇我必须得报 是个爷们儿 杀死之仇必须报 我沈门街跟你块儿 把那小子给宰了 走 去哪儿啊 去哪儿 沈门街 你是专门负责起哄的是不是 许总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我也恨不得一枪把他毙了 但是现在不能 吉川一南这次的身份是 日本公事馆的特派员 他以这个身份 重新回到上海 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杀他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眼下当务之急 是要弄清楚他们的目的 许总 现在不能冲动 请你相信我 对啊许总 我们在一块儿 不是为了杀一个故隐的 我们得把侵略者的阴谋 全都照高天下 到时候把他们赶出咱们国土 队长 我相信你 谢谢你相信我 我答应你 一定替你父亲报仇 把日本人赶出我们的家园 让吉川一南付出血的代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你刚才发生了 大型的语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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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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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怎么那么够好呢 如此杀人无形 还可以保证最大化的安全逃走 除了他们还有谁 我好像也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我的老朋友们 好久不见 解决了 会不会留下什么破绽 一公一男对我们的了解 应该不难猜到 我们是凶手 但他没有证据也不敢怎么样 如果他不追究杀人团一事 那么就说明他这次回到上海 有更为重要的任务 杀人团 不过是他为自己重回上海 做的一个亮相 东北威在乱西营 这一次他到上海 我敢肯定 是为了日军 在上海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没错 你等一下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不仅孤一男回来了 还有一个人也要来了 且也久藏了 对 这个人是日本海军专员 现任海军军务部的次官 我听到传言 他将会是日本海军登陆队 驻上海司令官的最有可能的人选 这个人这几天会来上海 参加日本天皇登基五周年的纪念大会 这这么敏感的时期 他们怎么会选择在上海搞这种庆典呢 不仅在上海 他们还要在租界里搞 租界方面 想以安全为由 劝说他们令权会职 但日本军方 态度很坚决 我想这件事情 不简单 需要我们怎么做 静观其别 如果现在我们轻距望东 反而会给日本鱼口识 前九藏这个人 我们可以不管 但故意难 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但是也不能太着急 毕竟他现在的身份不一样 我们要找准时机 明白 我跟你们说 你们最近的行动一定要小心 最近故意难 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你们的行动 不但没有任何反应 还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是急穿意难 我和你说啊 我们越是互相了解 我们做事才要小心 听证说得对 顾意难一直在我们身边 都没有人发现 足以说明 此人不好对付啊 还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日本人要在租界 召开日本天皇登基庆典 就连我们通讯社也要拍马屁 做重点报道 他们老子登基 跑到咱们这干嘛来了 挑衅哪 我也得到了情报 说是海警专员千叶九章要来参加了 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成为住户 日本司令官 这几天我本来想约顾意难见个面 可是给他打电话他好像很忙 只无几句就挂了 我听同事说 他负责这次大会的安全保障 您头不想啊 这下我们老朋友升官 我们是不是也要庆祝一下 实在庆祝 沈大爷我给他备份大礼 这么大的庆典就是为了他 太抬举他们 咱们要让他们知道 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给他们老子庆祝 让他们给我滚 算我一个 还有我 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咱们分头准备一下 这样 文杰 天正 你们两个人把周边的环境 仔细勘查 许松 呱呱 你们两个人负责安放炸弹 那边是租检 公布局的警察管得特别严 到时候我会安排 何以堂的兄弟去帮忙 以防万一 好 来 我们把具体的行动 重新部署一下 减堂檢 进减樹 对啊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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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d 堂主 怎么样 会当管得很严 我没进去就被赶帅了 还有其他办法吗 他们连送货都不让进 都是他们自己拜的 好 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行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好 走 别把箱子给装备进去啊 来 来帮你 慢点 小心 队长 怎么样啊 安全吗 没问题 这也是我没办法才想出个场合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要在一百人的礼堂爆炸成功的话 需要的弹药量是很大的 我们就是没日子 但是没眼的干的话 威力也不足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把这么大量的弹药 运进会场也是个问题 这倒不是问题 我可以到警察大队 弹药铺里去看一看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咱们拿到这些东西 怎么进城啊 队长 咱们能不能 找唐教官想想办法啊 这何一堂 不是有船有码头吗 咱们从水路运啊 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试试试试 卖船都是没有问题 不过现在码头上 有很多日本人 还有国民党的便衣 要想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把炸弹运出去的话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回来了 队长 队长 张药找到了 都准备好了 放心 租借的情况呢 现在所有街道都戒严了 各个路段都有警察看守 日本人就这样都不放心 他们派了很多的便衣 和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在那儿群落 我在想这个时候 咱们把战药要运进去 是难上加难 这帮孙子也太狡猾了 我真恨不得把手雷 直接扔到会场里边 把他妈炸死得了 你揣着一身战药 还没走到关卡 你就被人抓了 那你说怎么办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给出个招 文杰 别着急 这不想办法呢 这样吧 我去约顾一南进个面 以亚生通讯社记者的名义 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民主任哪颗公司 要是 你快来 来 开门 好 快去 最实安保工作必须要全程的 严密放缩 是 去看 是 你来了 集川军 对不起 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一直没有时间去看你 姚小姐应该没有怪我吧 集川军药物在身 我当然能理解 别说是你了 就连我们通讯社为了这次庆典 都忙得不可开交呢 看看 怎么样 你看 我布置的会场 是否还能入姚小姐的发演呢 你也太谦虚了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非常漂亮 那就好 姚小姐可是我请来的 第一个贵宾哪 真的吗 那我荣幸之至了 其实我今天来 还有件事情想拜托集川军 什么事情 但是我无妨 只要我能够做得到的 总编让我负责报道这次庆典 所以我就只能来拜托您了 已经被你准备好了 谢谢 别客气 只要有了这张贵宾卡 你想采访谁都可以 那集川军就是我要采访的 第一位客人了 走吧 来 我给你介绍介绍 整个会场 我们大概用一周的时间完成的 而且这一次所有的物资 基本上百分之七十都是 从日本本土空运过来的 都是运过来的 来 你看看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就餐局 这一次就餐我们非常的考究 包括连住一本的 也都是从日本本土拉过来的 还有这边 这边是我们的主席台 嗯 今天晚上会有我们的海军专员 千叶九藏先生发表讲话 一是终日亲善 东亚共荣的决心哪 对了 我们还有点时间 我再陪你转转 好啊 请 那就谢谢集川军 这次我一定会写出一篇 很不错的报道 那是我的荣幸 对了 姚小姐应该很久没有吃过 日本料理了吧 嗯 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吃过 很正宗的日本料理 那这次你可有口福了 这一次我们在日本 特别调来了料理师傅 而且我相信一定可以 让我们的冷玫瑰 再吃回大学的味道 日本料理师傅啊 嗯 那我还真是很期待呢 嗯 不过 怎么了 有话直说 嗯 是我个人的想法 这次的庆典 主要是想体现 大日本帝国的威仪 这么难得的机会 是不是可以 宣扬一下中日和善呢 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 也是很出名的 要是可以在饮食部分 加上一些中国元素 既能体现中日和善 又能体现出 大日本帝国海纳百川之量 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来 姚哥 你总能给我惊喜 其实也不算是什么惊喜吧 对了 上海的十四我很熟悉 我帮你介绍几家吧 好 时间不早了 我就不打扰了 先回去了 那我送你 好 列警计划准备好了吗 是 我亲自挑向了三个人 枪法最准的队员 不 我 你的人员不能参加这次行动 刺杀人员 我会让红机关安排 我们要不要再斟酌一下 毕竟前夜专业在海军中威望很高 如果在这里遇刺 恐怕 也会把我们牵连进去 不要再犹豫了 这就是潜在难逢的好机会 像前夜这样的高级将领 在租界终于此 我们就有借口 进入公共租界 一击铲除 窝藏在其中的 各国蝶宝网 我们增兵上海的内网 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主席大 我的位置会在这 安防扎要最好的位置 时间差不多了 高寒 这是明天要用的请柬和记者证 你明天办成宾客 天正 你就办成记者 你们两个从正门进 进去之后找个隐蔽的地方 不要被几川一难发现 做好随时跟他们接应的准备 好 文杰 文杰 过来 队长 过来 听说 明天你们两个 你们三个人 负责送酒 邀科进行你们 好 宾客要从正门进 你们送酒就要走侧门 进去之后向左转 那里就是后厨 你们要把酒从后厨送进去 从后厨可以直接到达 灰塘的灰廊 你们到时候给我小心点 万一碰到几川一南就麻烦了 这个你放心吧 那天几川一南他会很忙 再说我也会设法拖住他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既不可视 事不再来 只要我们计划得到 到时候把责任往中国人身上一推 我们就可以渔翁得利了 是 最近身体怎么样 旧伤没有再复发吧 让父亲担心了 你的母亲已经责怪我很多次了 你的母亲已经责怪我很多次了 说你重伤刚愈 就把你拍过来 还说我不是个好父亲呢 母亲总是这样 还把我当成个小孩子一样 你们三个从厨房后面的侧门 进入走廊的大厅 那里刚好就是一个卫生间 高涵 你要替他们准备好宾客的衣服 不然他们那身店小二的打扮 一进去就会被抓住的 你放心吧 嗯 大家看一下 我跟你们说一下 后厨在这儿 许松 到时候炸弹就放这个位置 好 记住 好 到时候我负责车来接应你 嗯 好 对了 前衍什么时候到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在八点左右 前衍和公使 会在会议开始之前 有半个小时在谈话 所以他们进场的时间 应该在七点半左右 好 时间够了 我现在做一些安排 天生跟我一起负责 叮嘱前衍 你们两个人安防摘药 文洁 你盯着鸡川一南 还有宴会开始之后 你要离鸡川一南远一点 不行 万一有什么事 我好拖住他 那你注意安全 放心 我会注意安全的 我们继续吧 继续 好 小姐 小姐 大家辛苦了 休息一下 准备行动 来 擦下汗 我还挺辛苦的 好 就准备行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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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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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